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胡老板 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 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 今天的新闻就着重在于福特以及特斯拉 那我们先从福特开始 福特的2024年的更新版的Mark 1出炉了 跟2023年差别在哪呢 续航力增加电池变了 然后呢充电速度也改变了 然后加速也变了 续航力呢提升了大概20英里左右 那它的快充提升的速度呢 可以在36分钟之内从10%充电到80% 比之前快的大概20%左右 那你如果是买高性能版本的话 0到60的加速也加快了 是3.3秒哦 福特呢还有特别的注明说 它的这个加速呢 会比特斯拉的Model Y Performance 以及保时捷的Mark 1都快哦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基本款的价位呢也更新了 从4万块钱美金开始 最贵的可以到达6万块钱哦 其实这个价位来说呢 真的就是专门针对了Model Y的市场在进攻哦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哦 好那提到了Mark 1的更新嘛 那福特呢最近有一个就是优惠方案呢 在美国这里 其实我觉得真的也是蛮特别的 我们刚刚之前就讲嘛 他的这个2024年的Mark 1 就是针对的Model Y的市场去进攻 那福特的这个优惠方案呢 简单来说就是针对特斯拉在进攻的 你今天只要买福特的电动车 不管是Mark 1也好 或者是F150 Lightning哦 你只要证明说你是特斯拉车主 OK你不需要是呃就是要把车子要换掉 你只要证明你是特斯拉车主 或者甚至家里有人是开特斯拉 就是可能亲朋好友亲戚啊 简单来说呢 你只要这样子证明了 你到福特的经销商里头 你就可以拿到1500块钱美金的折扣哦 今天你只要是买Mark 1啊 或者是F150 Lightning 只要是他的电动车的话 基本上呢 你只要证明你有特斯拉 你就可以有1500块钱的折扣 那这个折扣呢 是还可以再增加到其他的折扣上头 所以呢 做一个比方 你如果买那个2023年的Mark 1 因为2023年的Mark 1呢 他还有一些胜的存货 他有一些促销方案 再加上这一句1500块钱的话 你可以拿到总共1万块钱美金的折扣 其实非常非常高哦 那在F150的部分呢 F150 Lightning呢 也有降价 他把原本的价钱呢 降了5500块钱 所以你若再加这个1500啊 再加上一大堆折扣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到14000块钱美金的折扣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赶快到福特经销商去看一看 我觉得这些折扣真的是蛮棒的 再来我们就聊聊特斯拉 呃昨天晚上发出来的新闻 Model S Plaid有新的椅子了 对他的赛车椅会开始准备在新车上头使用 并且开始交车 那这个赛车椅呢 看起来基本上就是跟Model 3 Performance 幻星版的这个露出来的椅子 其实看起来是长相是一样的 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是同一张椅子 那因为现阶段呢 那个幻星版的Model 3 Performance 还没出来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目前也只是猜测 我是没有想到说Model S Plaid的椅子呢 会下放到Model 3 Performance上头 但是呢特斯拉怎么做 我们永远不知道 但从图片来看呢 应该是一样的 那现在呢 你如果定Model S Plaid的话 之后交的车都会是跟这个赛车椅哦 他这个白 尤其是白色的 在那个官网上头看 真的非常漂亮 好再来Model 3跟Model 1的新闻哦 你如果是在智力的网友们呢 恭喜你 你现在也可以开始订购Model 3跟Model Y 那再下来 特斯拉会有这个蛮大的动作 是要往南美洲的方向去发展哦 那智力政府呢 自己也那个发表说 他们希望是说在2024年呢 他们的就是大众运输呢 可以到达百分之百电动车哦 那他们也希望是说2050年 不是20252050年呢 他们在智力的里头的电动车销售量 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哦 就表示说再下来在智力那里呢 以及还有其他临近南美洲的国家呢 会有一个动作就是大家都在往电动车发展哦 那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现阶段呢 已经要准备踏入智力哦 好那我们刚就有讲到Model 3 Performance嘛 那目前呢 我们收到的传闻是幻星版Model 3 Performance的发表时间 非常有可能在4月20到4月23号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4月23号呢 在美国这里呢 是特斯拉第一季的财报 非常有可能 因为呢财报呢 并不是说特别好 所以他们可能会在同个时间呢 用幻星版的Model 3 Performance来 给大家一些好的新闻吧 应该是这么说了 那是这样子 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有网友拍到是说 特斯拉有在运送他们Model 3 Performance 并且呢 是用他们的卡车车头 也就是所谓的Tesla Semi Truck的这个车头 在运送哦 这边有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好 再来Model Y要出新的版本 对 你没有听错 要出新的版本 但是这个版本呢 并不是一个好像幻星版的Model Y 而是Model Y要出长距离后驱版本 那目前现阶段呢 是从欧洲那边开始 所以就表示说应该是在德国的工厂才生产哦 那大家如果回想到很早刚开始Model 3出来的时候 其实Model 3长距离版本最早最早的那一款呢 是后驱版本的 那现在Model Y呢 也要做同样的就是长距离后驱版本 基本上来说就是同样的电池 只是把前面的这个马达拿掉就变后驱版本哦 那现阶段呢 给大家个对比哦 在欧洲那边呢 官网上头是你如果是买长距离 就是四轮传动AWD版本的话 你的续航力呢 WLTP大概在332英里左右 你如果是长距离后驱版本呢 官方的网站数字呢 是372英里 也就是说你的续航力呢 会差大概40英里左右哦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数字换算到EPA的话 就是大概成个打个85折吧 其实那个续航力也是蛮可观的啦 那价位呢 为什么特斯拉要这样做 是因为长距离后驱版本的Model Y 压价到5万块钱欧元以下了 那在5万块欧这个以下的价钱呢 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这个切入点哦 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诶我不需要就是四轮传动嘛 但是我想要长一点续航力 诶那长距离后驱版本的Model Y 就是蛮好的首选啦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赶快去看一下哦 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看YouTube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听Podcast的朋友们 可以经过Spotify IG或Facebook 发简讯给我 我都会看到哦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胡老板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